下面呢咱就讲 接下来呢咱就做一下 UDP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案例 一个小案例 这个案例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来聊天 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就自然而然的就泡出一些问题来了 就是我用写这个案例的一个目的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要做一个UDP的聊天 这个聊天大体上来说 将来最终会长得什么样子呢 大体来说是这个样子的 这边是一台电脑 这边是一台电脑 至于它们中间是怎么连的网线 咱们忽略听懂了吧 也就是说 站在软件的这个角度上讲 你只要硬件保证了没有问题 比方说我电脑里边有网线 我电脑里连了WiFi了 OK 这就是基本的硬件条件 只要有了之后呢 接下来你就可以通信 比方说这是电脑A 这是电脑A 然后呢 这边是电脑B 电脑B 好了 接下来我的目的啊 让电脑A和电脑B 在两台电脑之间呢 进行通信 进行通信 那么 同学们 首先第一个问题 想要用通信的话 是不是一定会用了套接字 Socket了吧 Socket的创建 这不用说了 咱刚刚也复习过了 那关键也是大体的流程 你应该怎么流程 什么 聊天呀 意味着是不是可以收 是不是可以发呀 可以收可以发 那么我怎么办呢 第一步 创建一个套接字 大家有没有想一下 其实就设想一个场景 只要创建了一个套接字 我接下来就拥有了 接下来发数据的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条件了吧 那么我就通过这个套接字 我给它发过去 请问可不可以啊 我通过一个套接字 我接下来 要用这个套接字 Socket 2 是不是这个数据 是不是就可以过去了吧 那么接下来 这个电脑B就收到了数据 那么电脑B 如果可以礼貌一点的话 那么按理说 给A回一个东西 那么他接下来回东西 是不是按了这个同一个套接字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可以给它回就行了吧 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套接字 是否可以同时收 可以同时发呢 可不可以做到那种吧 接下来呢 咱们首先验证这么一个问题 D 我想要跟你说话 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创建这个套接字 D 一个套接字 就可以解决了 因为套接字 它是可以同时收 可以同时发的 那么怎么去验证这个问题呢 因为咱们今天没有学多任务 咱们在后面的课程 咱们就慢慢签证多任务了 那么今天呢 我接下来给大家先写个demo 我用同一个套接字 先收再发 咱们在昨天写过很多程序 对象的咱们tree 然后python-03 咱们可以看一下 昨天咱们写的代码 有这么多 那么接下来咱们拷贝一份 拷贝python03里边的某一个 比方说咱们 拷贝一个 先发数据的 发送任意数据 给windows的网络提论 做主考这个 02考哪去呢 python4 python4里边去 OK 直接回车就可以了 我cd的python4里边去 好 怎么样 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就有了这个了 mv我肯定给名字 01 使用 使用 输入法 我给一下 把这个点一下 使用同一个 同一个 套接子 进行 收发数据 点py 好了 看一下名字 使用同一个套接子 进行收发数据 既可以收 也可以发 我给你演示这个 来 vm01 来打个赵 再摸一下这个程序 赌一赌 创建套接子 获取要发送的数据 接下来通过 send2 接下来发 发的是什么呢 我键盘里边 获取的是什么 我放在这 我就把它引扣的发什么 发给谁呢 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是不是咱们是不是写的是个固定的吧 我接下来稍微把这个程序给它改的稍微好一点 他们 那么我怎么做呢 在这个地方 获取 这个对方的这个IP 端口 那么这个地方就输了input input 请输入这个对方的IP 然后保存比方说deskip deskip等它 然后desk下回线port 这直接写了input 接下来请输入对方的端口 请输入对方的端口 我问一个问题 input在python3里边获取的东西是不是都是走穿 没错吧 那么我接下来如果我得到了这个deskip 据讲言之 我得到deskip和得到deskip 我的目的是要把这个IP 放到这 把这个deskip 是不是要放到这个位置来的吧 没错吧 但是如果我要是直接把input 输入了这个port 直接拿过来的话 那么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变成了双一号的8080 没错吧 所以说我得怎么办 你转换一下的 对转换一下的 那么接下来你就用int把它转了 用int把它转了 那有人说 东哥我是在这个地方确实实 我这个地方会出现问题 我输入的如果是abc 将来用int转换 是不是就死了吧 如果你想让程序更稳定 同学们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用try 来捕获一场 这个能听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在输入的时候 输入的是123 确实实 你直接用int 自己转成了123 但是如果我在这个地方输入的时候 输入的是abc 你再拿着int来转换一下 是不是就死了呀 所以说咱们这个地方 你别给自己自己挖坑 咱就输一个数字 如果你要保证没有任何问题 那就在这一行代码的前面 是不是用try 不会异常 是不是给它扣起来 你有一场的话 我就再告诉你 输入有误再来一遍 OK 这个事就解了 那么好的吗 先获取IP 再获取端口 然后再获取你要发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替换了吗 好了 接下来 接下来 再交给大家一个VRM的命令 我不管光标当前在哪 我想快速的跳到某一行 怎么办呢 首先回到命令模式 就是我交给你的大部分的命令 其实都是命令模式下 就在按一下页根定的命令 大家看 你没有发现 我的光标是不是现在第九行 我接下来的目的 是不是应该在第十八行的代码 是不是要写东西了吧 就这么说吧 我接下来想把第十七行复制一份 我接下来再去写东西 怎么办呢 不管光标在哪 先敲数字 再敲一个大G 想挑到哪一行 十七 十七 先敲上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接下来敲一个大G H左边那个 输上一个大字 大写的 你按住sifed 按它就是大写的 大G 你没发现 看了光标 是不是立马跳到第十七行了吧 好了 再演示一点 不管光标在哪 想快速跳到某一行 先输那行的行号 再输上一个大G 就立了 我想跳到第五行 五 大G 跳到第五行了 我想跳到第十七行 十七 大G 又过去了 复制 还记得吧 怎么复制 YYP 你们发现是不是就直接复制了吧 好了 变成插入模式 变成编辑模式 来给他输上一个警号 OK 停滚了 那么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按一下esc 想要快速的在这行的最后边 请编辑 怎么办呢 今天来教大家这么讲 在这行的最后边 输上一个大A 输上一个大A 就去看我的光标 是不是回到最后好了吧 而且此时是 编辑模式 OK 同样 也就是说 从命令模式到编辑模式 除了按小写这么矮 还可以输上一个大写的A 大写的A 是跳到这行的行目 听懂了吗 那么大写的矮 是跳到这行的行手 直接变成编辑模式 好了 大A 跳到行目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哥们 给成谁呢 Ctrl N 是补圈 我说过了 Ctrl N是补圈 然后把它删掉 你不能直接Ctrl N 因为你的写的东西上的区分 Dest Ctrl N Port 大家看 现在我发送方的 接收方的IP和端口 是不是可以任意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数据发过去了 这个程序 讲演着现在的效果是 先说IP 先说端口 然后说上你要发的东西 那么成功的发送给对方 验证验证 到底能不能过去 好了 懂吗 保存完之后 咱们先验证完这个 咱们再去把它改成 既可以收 既可以发的 听懂我意思了 咱们分成两步来做 好了 那么我的目的 接下来是不是要运行程序了吧 运行程序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我昨天给大家结果图 Python3 后面写上一个什么什么点PY 是不是运行了吧 直接写Python3这叫什么了 交互模式 交互模式更牛 差的那个版本叫什么 IPPython3 听懂了吧 这个地方别忘了 那么现在前面的问题 运行 其实大家都会 关键点是 你得有另外一方 来辅助你验证 才行吧 原来昨天咱们验证的方式 那个辅助的方式 我开了另外一台电脑 在Windows里边 我开起来网络调出注 是不是验证了这个字典了 好 我接下来 我提个问题 我能不能在我同一台电脑里边 我去把网络调出注手 开起来呢 记乌班图里边 能不能用那个网络调出注手 能用 昨天我在给大家的 那个网络调出注手里边 它有一个乌班图的版本 还记得吧 把那个乌班图的版本 按照我告诉你的那个流声 这个 在这里边 应该有个网络调出注手 网络调出注手 大家看 我昨天给大家 一个乌班图 一个Windows 昨天咱们是不是用的Windows了吧 你点一下乌班图的这个 在乌班图这里边呢 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 第一币 有一个readme 双击readme 它的安装方式呢 和Windows里不一样 先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第一币 放到乌班图 前外 放到乌班图有进入方式 从Windows怎么往乌班图里边扔 拖进去 第一种 FTP传进去 第二种 还有可以怎么着 还可以在你的电脑上有SSX前提的下 你F SCP 就是Scopy 是不是给它拷过去 也可以 Windows默认是没有这个SSX的 你需要装XSL 这个 简言之 这个Scopy呢 有可能Windows用不了 需要单独装才行 好了 把它拷过去 最简单的方式就拖 拖在桌面上 接下来 嘴听了 嘴听了 我如果演示的话 给大家演示一遍的话 就应该是这么多 先把这个哥们 拖到这里边去 松手 是不是进去了吗 接下来打开 终端 打开终端 你按住 Ctrl Shift T 按住 Ctrl Shift T 它会在同一个终端里边 再开另外一个标签 这么说能理解吧 是不是非常像 咱们现在用的这个浏览器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情况了 还是开一个新的 简而言之 你这边这个标签 是用来操作 你刚刚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而这个标签 是接下来 你要执行的另外一个命令 听懂了吧 都可以的 跳到桌面上 加目录里边的Desktop 好了 跳到桌面上 是不是有这个东西了 有这个东西之后 接下来怎么按呢 就按了流程来 敲这个命令 就是你能看得见的 这个情况下 速度 控格 DTKG 安装包 到另外一种方式 -I install 安装 安装 I的意思就是 I就是install的意思 安装谁呢 安装这两个哥们 前提我再说一遍 先把这个东西 拷不过去 能看得见的情况下 你接下来 敲这个命令 这么说理解了吧 敲完之后 那么我怎么知道 在哪个地方 可以运行这个东西呢 看着 同胞 在左上角 这个位置 一点是不是可以 出来个东西啊 你就说 网络 调出手 你就说 网络 你看 我说这个网 还没写完了 你没发现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了吧 一单击 好了 网络贴出手 就运行来了 和Windows 那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这么说理解了吧 一模一样的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这个东西 运行起来之后 我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是 点运行了吧 好了 看着 点一下运行 点一下运行 然后接下来 回到咱们这个程序 我把这个程序 放到这边来 我问一个问题 你不是说 网络程序 是用来 完成多个电脑 之间的通信的 对吧 同一台电脑 能不能通信 同一台电脑 也可以通信 没有任何问题的 同一台电脑 也可以通信 那么关键点 尴尬就来了 我这个地方 写哪个IP 木的IP写谁呢 我A付 击费个一下 大家看 我接下来 程序引起来之后 我发送的目标 是不是应该是 192.168.33.109 你说是这个道理吧 好了 来 接下来看 Python3 运行01 目标是谁 192.168.33.109 端口是谁呢 你看你这个程序 用端口是谁 8080 8080 OK 你要发的数据是谁 是说到了吗 看他说到 数据来源于 192.168.33.109 555555 这个哥们 你没发现 数据不管怎么说 是不是可以过来吧 好了 如果 我在一个电脑里边 开了两个具有网络功能程序 完全可以通信 完全可以通信 也就是说 同学们 核心电 给大家说一个思想 这个是一台电脑 这个是一台电脑 你在这个电脑上里边有一个程序 比方是这个地方是一个程序 我写上个名字 这个位置有一个程序 程序1 我这个地方有一个程序2 这个地方也有个程序 叫 再画一个图 这个电脑 程序3 正常情况下 你在这个程序里边 写的 如果是对方的IP 对方的端口的话 那么这个数据 就可以从这个电脑A 然后传到电脑B 你这么说 理解了吧 那么既然它是网络 我的这个程序 可以传到我的操作系统 对下面 然后让我的操作系统 再传到这个程序里边来去 听得清楚吗 只要是网络程序 不仅可以传给你的电脑 传到这个程序 也可以传给我的电脑 这个程序 都可以 只要保证有这个程序 就可以了 听懂我说什么了吧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每次我都得 IF config 太low了 我还得给 多么low 接下来就说 这个网卡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咱们在说网卡的时候 if config 有两个网卡 这个地方是不是 还有另外一个网卡 那low这个网卡 我原来说过 它就还回 或者是回还地址 那这个东西 用来干什么的呢 核心点 如果你的电脑上 有两个程序 或者有多个程序 想通过网络 来之间进行共享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 你直接的 通过127.0.0.1 就可以了 这就是这个IP的一个目的 甭管你当前 你的乌班图是 接到哪一个网里边 即不管这个IP怎么变 你的这个网卡的IP 自始至终不变 听懂我说什么了 一定是127.0.0.0.1 你的电脑里边 有个127.0.0.0.1 我的电脑也有 你的电脑 通过电脑也有 在咱们班里边 有N个127.0.0.0.1 而且这个IP地址的 一大特点是 它不能用来 网络通信 也就是言尾之意是 我不能写 你的IP是127.0.0.1 即我不能写 目标的地址 比方说 你也有个127.0.0.1 我不能写这个 我只能写你的这个IP 听懂了吧 那这个IP 主要用来干什么呢 你不是想写了两个程序 你自己的电脑里边 有两个程序想运行吗 你不是说 有个收有个发吗 来 你往这个里边发 那个程序 从这个里边的收 在同一个电脑里边 就可以完成 多个程序之间 数据共享 能理解了吧 而且这个IP 自始终终不变 好 那么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验证了 python3.0.1 目标IP谁 127.0.0.1 这个变还是不变 不变的 这个IP 每一个电脑 都有一个127.0.1 不变 那输入之后 端口谁 8080 你发出什么东西 123 过去了吧 你看 数据来源谁 127.0.0.1 这个时候大家确认了 我在我的电脑里边 说的127.0.0.0.1 是目标IP 是就是我的电脑 这边来讲 这个就标记我的电脑 同理 如果你在你的电脑里边 说一个目标IP为127.0.0.1 发到谁里面去 发到你自己电脑里面去 听懂了吗 这个127.0.0.1的一大作用 就是来完成一个你电脑上的程序之间的数据的功效 就是你自己电脑上的就可以了 好了 数据过去了 对吗 刚刚咱们验证了一个点 什么呢 刚刚我给大家说的一个点就是 我 手动获取对方的IP 手动输入对方的端口 我是不是也可以实现了吗 你接下来你这个程序 毕竟是想要完成一个功能 什么呢 既可以收 既可以发 那怎么办呢 我先把数据发走 我接下来等着它给我回 UDP socket.receive from 等它回 我最多收1024个 那么收到之后 我接下来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是receive data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团的吧 好了 我为了更快速的验证 我直接写上receive data 请问 这意味着啥呀 接收回送过来的数据 回送过来的数据 理上网来嘛 是吧 中秋节的时候 一定是这么多的吧 你去你小姨家 去你大舅家 去你几姨家 你去的时候拿来的特产去的 你这些亲戚过一天的时候 再来你家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拿点东西来的吧 一定是个道理 先把数据发走 我在嘴听 我用的是这个套接子发走的 然后我过一会 是不是用这个套接子收啊 来 收到之后就打印啊 再运行 Python 301 都请 发送谁呢 127.0.0.1 端口谁呢 8080 这个发什么呢 我先清一下屏幕啊 发什么呢 清一下屏幕 发一个 123123123 OK 大家看 数据是不是过去了 请问我这个程序退了吗 没有退 没有退 为什么 没有退 为什么 receive from 带卡 在那个位置 注意 提问他吧 这个问题 我那会的时候呢 我提问过一个问题 在这 receive from 在没有数据到来的时候 会怎么样 你现在知道答案了吗 怎么样 阻塞 什么叫阻塞呢 这个有可能算了稍微的专业 什么叫阻塞呀 老板 你家卖那个特殊的那个铅笔 就是那个特殊的那个 可以用来什么图达迪卡的那个RB铅笔 老板说有啊 我说你给我买一根 给我拿一根吧 老板说你等等 小华的 这个我刚搬了家 我得找一找 五分钟行不行 我说行 你找去吧 老板翻家脑柜 五分钟都找到了 请问在这五分钟之内 我是不是在他店里边等的 听到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我说 这个过年了 是不是你该还钱了呀 是不是也是上你家去要钱呀 等了吗 你去找去吧 投钱去 也就是说的 receive from 一大特点 在数据没有到来的时候 他会堵在那个位置 堵在程序里边转一次叫堵色 堵色 直白来讲就是卡住了 这个没问题 就这个道理 好了 那么接下来同班 我不想让他卡 我怎么办 我不想让他卡 怎么办 127.0.0.1 然后接下来发动目标谁了 我那个程序端口是谁了 坏了 忘了怎么办 来用另外一个 用另外一个标签查看一下 对查看一下 Python4 4里边 VRM 端口是 端口是 没有绑定端口 坏了 我咋知道他的端口是谁 他竟然没有绑定 同班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吧 37.024 来 37024 写上 这个OK 来 发一个 请问同班 数据是不是速度了吧 我刚刚为什么 我要这个地方写上 37.024 为什么 因为他发送过来的时候 他没有绑定端口 他的端口是谁寄的 我就不知道 我回过去的时候 他这个端口是谁 所以说我得查看查看 这个37.024 这个端口 好了 最终表达的意思 同学们 核心点 我想给你表达什么呢 VRM01 打开 我用的是同一个套接字 发数据 并且我用同一个套接字 是不是收数据 那么最终想说明了什么呢 套接字 他可以收也可以发 听懂了吗 我并不一定为了接收 为了发送 我还是创两个 注意听 不要创两个 你把它显现是什么呢 你把它显现成一个电话 就可以了 把它显现成一个电话 电话 一个电话机 可以收也可以发 你可以说东西 也可以盯东西了 好了 套接字 我想表达意思 套接字 他同时收 可以同时发 都没问题 套接字 是一个可以 同时收发 数据的 可以 可以 可以同时收发数据 Ctrl 跳到这 好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既然说到了同时收发 我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这么几个次语 分别是 单工 分别是单工 单单单工 然后半双工 然后全双工 那么这几个次语呢 是他的网络通信里面 才会真正的说的这几个次语 但是咱们可以了解 那么单工 是指什么意思呢 百分之百的只能指向一个方向走 举个例子 收音机 收音机你只能收吧 你即使不想听 你也得听 因为你没有办法 你发东西 只能收 好了 半双工 对讲机 请问对讲机一个什么特点 我可以收收也可以发 他的一大特点是 我在收的时候 我发不了 我在发的时候收 我收不了 没错吧 如果很多人都在用 同一个频道上的对讲机 在说东西 我告诉你 那么即使有一个人 在说一些脏话 你想回博一下的话 你必须抢到那个频道 你抢不到那个频道 你也发不了 听懂了吗 单工 百分之百只能朝一个方向走 那么这就叫单工 半双工 可以双向的走 但是同一时刻 只能有一个方向 什么叫全双工 同一时刻既可以收 既可以发 比如说打电话 你和另外一个人 既可以一边收到 一边听东西 是不是一边说东西 是不是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就叫单工 全双工 半双工 那么咱们的salki的套接字 是什么工呢 salki的套接字 是全双工 是全双工 它的特性是全双工 这个列子 同样 手机是不是全双工 我和我媳妇 真正在打电话的时候 一般都是这样的 吃饭了吗 OK 我这句话先说完了 我不说了 是吧 我媳妇说吃饭了 你吃饭了吗 我一听到了 我刚刚吃了个煎饼果的 请问可以吧 数据过去了 请问手机是不是全双工 但是我在正常通信的过程当中 我是不是先发一个 再收一个 先发一个 再收一个 要么先收一个 再发一个 请问一般是不是都是 在过程的吧 如果我用我的同一个手机 我和另外一个哥们吵了架 他骂我 我骂他 请问行不行 可以吗 没问题 也就是说呀 咱们的套接字 是全双工的 只不过在咱们这个 程序里边没有体现出来 他的全双工的功能而已 因为你的到目前为止的程序是 同一时刻只能干一件事情 你是做不到同一时刻干两件的 所以说咱们体现不出来全双工 等到咱们后面 学了做任务之后 同一时刻可以做很多事情 这就可以了 好了 最后一个特点 SawK的 他属于全双工 好了 这个哥们做完之后 对吗 接下来呢 给大家两分钟 理一下 我刚刚讲解的这个套接的 可以收可以发 接下来咱们就去做那个通信了 两分钟 理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